兄弟 你我只有我的心 你带我来 我走 我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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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干脆这条船随时供你钓钱吧 老爷那边我帮你挡着 金宝 金宝 说实在的 你不跟着我们干真是太可惜了 是吗 好 过去点 好 文卫 阿宝哥 文卫 阿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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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伤了 没事 一点小伤 姐 小心 你担心金宝的伤 你放心 有我在不会让金宝有事的 好 那你还找他受伤 大夫怎么说的 什么时候能痊愈 我没事 对不起 文卫 我这个样子 没办法给你写信报平安了 不怪你 只要你能够回来 比什么都好 家里没事吧 老爷没操心吧 金宝 爹 金大爷 大少爷 金宝 这怎么弄的 没事 爹 金大爷 我爹怎么没来 是啊 你说做了大事 武功们 要请老爷 所以老爷啊 昨晚喝多了几杯 一宿没睡好 我就带他来了 文卫 好久不见呢 班小倩 你不是那个小老板吗 嗯 你给我来一下 有一个东洋人被押在牢 他托我交给你娘东西 东洋人 是不是左左墨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是 现在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喂 文卫 这位把小倩 找你有什么事啊 哎 没 没什么事 好啊 好啊好啊 安静寿兴乱岛声势 女北绝堂就齐 停车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停车 安静寿兴乱岛声势 女北绝堂就齐 哎 好啊好啊 来看嘞 我 看来也就是气血攻心 只要耐心调养 按时服药化解胸中玉气之后 自然是药倒病除 您请 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眼看就要给老爷办六十大寿了 这不顺心的事 怎么一件接着一件 我哪还有那个心思过什么六十大寿啊 这文光怎么一下了码头就出了这件事 文光看了一张报纸 上面说安静绍兴一带杀革命党的事 好像那个大通学堂也遭了殃 大通学堂和文光有什么关系啊 文光这几年不就是在大通求学的吗 这么说文光这些年学的都是乱党之术 乱党乱党 真弄得家家户户不得安省 哎呀爹 什么乱党啊 不过是求变而已嘛 朝廷有必要那么大开杀戒吗 再这样没完没了地杀下去 这个世道啊不变也得变 不论是男是女 都会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呢 中了邪了 真是中了邪了 你们这几个都是中了邪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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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只有用大喜之事才能够消除晦气 莫非真是天意呀 其实还真有一件因缘事相求 请先生帮忙看看 这两幅帖子是否相合呀 文光 你别这样 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啊 在这个家里 只有你和我最谈的来 也只有你 才能为我和阿宝哥聚力力争 可你要是一直不肯开口说话 那我跟阿宝哥 我们该怎么办呢 文光 文光 文光好些了吧 一整天都不说话 也不吃不喝的 哎呀 真是中了邪了吧 这天意难为 这真是天意难为呀 爹 你说什么天意难为呀 哦 孟威啊 你来 爹有个话要跟你说 来 爹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 今天爹去看看算命先生 文光是招了晦气了 这种晦气啊 只能用大喜之事才能把它驱散 这个大喜之人哪 只能应验在你身上 爹 难道说 你答应我跟阿宝哥 你要真认你这个爹 真希望文光早日康复 以后就不要再跟金宝来往 爹 那个金宝 确实是八字不合呀 你和他在一起 越长越无一处 说不定眼下这些事 都和他有关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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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老爷 怎么了 以后给我好好看着他 再出点事 我拿你试问 文卫是乖孩子 他会出什么事啊 什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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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啊 我不该当着你发火 这些天烦心的事太多了 这样吧 明天呢 把大家叫到你的传财馆 我有要紧事 要和大家商量 老爷 文光他现在这样 不及一时的 你听我的 我自有主张 叫醒民也去 站住 爹 娘 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啊 四行有笔账算不清楚 我多花了点时间 所以回来晚了 我想先回房休息一下 然后再去看大哥好了没有 老爷 你顺顺心吧 行里的人说 文禄这些日子做得还不错 挺为你争脸的 你别护着他 这是男人应当做的事吗 去看看你大哥去 大哥 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干吗惹出造反这样的罪名啊 不管小弟做些什么 可都是为你 为家里好 苍天朝朝 就是让你受点委屈 我相信 你迟早有一天 会体谅兄弟的良苦用心的 阿宝哥 这趟差真是辛苦你了 可把洪家上下给急坏了 本来回来就想给你接风洗尘的 没想到 我大哥又出了这档的事 只好改在今天请你了 四弟啊 我哪有心情吃吃顿饭 这次你真的是害苦了我 阿宝哥 这一路上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至今我还云里雾里呢 你让我照顾季贵 可这次曹帮劫传 多半就是他挑的事 等我手边事情忙完了 我要禀报老爷 然后去官府通告缉拿季贵 阿宝哥 你这样做 真是要把季贵打入十八层地狱啊 他不像你我读过点书 能识门端子懂道理 但他从小没少帮过我 只是以我目前的处境 不知道我又能帮他多少 阿宝哥 他一家人 都只往他虎口 说来说去都是这个穷字害人 阿宝哥 你就放过季贵吧 关羽还放过曹孟德呢 可是他 你就不要可视了阿宝哥 我知道你最在乎兄弟情了 当然我也知道你得给我爹一个交代 何况我爹 他就是快退的人了 你对他那么忠心得到什么呢 我一直勤勤恳恳的 我知道你是勤勤恳恳的 但你的勤恳能改变你的出生 你的门第吗 我当然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可就这点我爹他能认吗 这次金宝领微不惧 把我这船吉利丝平安承销 我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金宝盟老爷之后福才有今天 何况这次主要靠大少爷 我算替他敬老爷一杯吧 好 好 来 走 来 走 老爷 金宝仔细回想整个过程 不乏有蹊跷之处 我们到底跟谁结下梁子 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捣鬼 你说谁在捣鬼啊 金宝哥 你太讨我们爹兵了 这江边曹邦杀人越货 是很平常的事情 生意场上的恩怨 也是经常发生的 既然万幸躲过以难 就不必要追究了 以后我们多加小心就是了 是 金宝 这批买卖 是你在商界一夜成名 我过去一个老友 要花重金请你到上海做买卖 他在探我的口风啊 我说要跟你商量商量 阿宝哥不能走 他又是走了 那德毛行交给谁啊 文尉 金宝具有此意 你何必耽误他的前程呢 在老爷面前 我只是个学徒 承受不起这样的厚爱 我想 我还是留在南巡吧 那好 我明白了 那你就留下了 在这次买卖之前 我就有言在先 既然买卖做成了 那就是我告老之时 今天借此机会的 我就把德毛行交给你了 老爷 大家不必相劝了 好在经过这次历练 金宝是清除于蓝 胜于蓝 等文光病好之后 也能成为你的好搭档吗 还有文洛 也能为行里做点事了 这样我就放心了 爹 我还要请几位哥哥 多多指教呢 我推一已决 今天就算是你一事了 这是德毛行的印章 从明天开始 我就把它交给 老爷 我承担不起啊 不必谦让了 我决定 让你做总执事 带我掌管全行业务 行里的事 就谈到这儿 坐下来 坐下来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要跟你们说 你们都听好了 文光非来横货 到现在大夫都看不出是什么病 我跟你姨娘去求了个卦 那先生说要重喜 我看文卫年龄已经不小了 应当出嫁了 爹 我还小 不小了 不小了 你再大 你爹的八字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不过婚姻大事需要谨慎 你爹请先生算好了八字 最终为文卫选了一门好姻缘 新人就是文卫的表哥 行明 爹 我不答应 这是天命 难道你不想救文光吗 救文光也不能够迷信鬼神呢 更何况还拿我的周深大事来开这种玩笑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 你和行明从小就很好嘛 那我跟阿宝哥处的不是更好 你放肆 你身为大小姐 还有没有可耻之心了 老爷 老爷 婚姻大事 一定要讲究门当户对嘛 金宝 你说呢 你这个传绘都不能还不愿意 你不愿意 已是ей的 你不愿意 找了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飞更状了 我愿意 你不愿意 金宝 你跟文卫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就像他哥哥一样 现在文光病了 你应该像长兄一样好好劝劝他 是啊 你也希望文卫能找个好人家 安安闻闻过日子 这回音大事非同小可 就是老用我不看门第 可是这是非观念 我明白 我这就会去劝他 阿宝哥 那 这 这 这 我也去劝救文卫啊 别去了 咱们大家都统统去劝他 行了吧 文卫 我谁都不见 我什么话都不想听 文卫 是我 你开门 我刚才什么都不说 你现在还来干什么 文卫 你听我说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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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个下人的孩子 我不许你这么说 我不相信 这是你心里面真正的想法 这就是现实 你别非得这样回绝了我 还让我回来劝你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我们就想引力出息 我们认命吧 文卫 认命 这是你说的 这就是那个口口声声 为了我肯付出一切的人说的 阿宝哥 阿宝哥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 你不准说谎 阿宝哥 不要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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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卫 你看我给你画的素描喜不喜欢 我不喜欢 文卫 文卫 难道你到现在还看不出 我对你的真心吗 相信 相信 相信我一定会给你幸福 真的 文卫 我们俩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以后 你也永远别想 行民哪 在这儿 舅舅 待得还习惯吗 嗯 来 坐坐坐坐 你知道啊 这两天家里出点事 对你照顾不周 多包涵 舅舅 我想 我应该告辞了 哎 怎么要走啊 舅舅还希望 你和文卫把这门亲事定下来 了却这个心愿哪 可是 文卫这是不是 心里有别人啊 你又听到什么流言蜚语了 不不不 没有没有 是不是那个 那个金宝 和文卫的关系挺密切的 哎 那是金棍儿的儿子 哈哈 从小在我这院里出出进进的 现在啊 为我做点事儿 哦 原来是看门人的儿子 哎哎哎哎 英雄可不问出处啊 嗯 这金宝啊 那是很能做事的 他这次 还被行里受了点伤 你放心吧 他俩呀 没这层关系 再说呢 你舅舅也不会让文卫 跟一个下人的孩子有瓜葛吧 不是做兄弟的笑你 这口酒是你自己酿的 你能有金钱是靠你自己的本事 为什么还要忍其吞声一再退让 我这是为了报道老爷的治愈之恩呢 狗屁治愈之恩 他是用你来当他的挣钱工具 那我也认了 为了德茂行为了老爷 我温馨无愧了我 所以说你傻 我比你更傻 在家受的委屈比你更多 更过心 我都还不如你 这世上 我最傻 来吧 为了两个傻子干一杯 唉 这就是你们大宅们 立出来的女人最大的悲剧 明知道这个世界 是个男权主义的世界 我们女人牵挂了有什么用啊 还不如干脆想通了 看穿了 及时行乐 你说得倒潇洒 你看到时候 你爹逼不逼你出嫁 他敢 他要逼我出嫁 我就远走高飞 飞 你飞哪儿去啊 哪儿不能去啊 去美国 去英国 还可以去我 梦寐以求的法国 唉 听说法国男人 可讨人喜欢了 我们家人都说 我喜欢胡思乱想 跟米比起来啊 差得远呢 难寻这个鬼地方 我是呆腻了 真像往夜巴黎的 party 舞会 唉 这法国一时半会儿 也去不了 先尝尝法国 我最高级的葡萄酒吧 我就是最有天大的本事 我能改变我的出身吗 我能说服老爷 说服世俗吗 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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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这么苦啊 为什么要这么苦苦压抑 我也不想这么苦啊 今宝儿 咱找乐子去 走 走 哎呀 走了走了 哎呀 找乐子去 哎呀 大爷来了 就要气着再走 哎呀 大爷 还说什么假啊 没有 我陪你啊 哈哈 三弟 你怎么带我来这种东西 您上了床不都是一样的吗 大爷 哎呀 你看我 香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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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我 我先回去 来来来 婚姻大事 一定要讲究 闻当户对 不是做兄弟的笑 这苦酒是你自己念的 我今天是靠你自己的本质 为什么还要忍气吞声 一再退让 来 伯鹿 你怎么了 你喝多了 我是喝了 可我喝的不多 阿宝哥他喝多了 好好的 你为什么带他去喝酒啊 闷啊 呕气啊 你知道我们兄弟俩呕气呕到什么程度啊 都呕到妻院去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你放心 阿宝哥他事 走进去又走出来 走出来又走进去 他呀 怕你来 怕你爹来 怕你爹来 我可能是怕你 还有 怕他自己 姐 你去哪儿啊 姐 你 你 你是大小姐 你不属于这儿 走吧 你喝酒 你耍威风 你逛窑子的时候 你就像一个男人 可唯独面对我们的事 你只知道一个人烦一个人憋气 你只知道一个人在我爹面前当缩头乌龟 你说我是缩头乌龟 对 你为你的勇气还不如一个女人 一个为了你 可以什么都不顾的女人 你可以没有钱 没有地位 可是只要我们有爱 别说是我爹了 就算是天地鬼神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阿宝哥 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就这么屈服的 我们能不屈服吗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没有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心里又没有我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你的心里话 我们难道不是真心相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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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不会说话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否则就不能但这非杵 他就不要退缩好不好 你 получ Dieser吉他了 你按照你 你就应该要爱我 你要保护我 我不会这辈子 这辈子 我也只爱你一个人 不论多苦 就算是死都不能够把我们分开 但 不能 所以りruck 我也有了情 说出这三个字 我 爱你 你 我们永远都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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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得太好了 包给急坏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也没什么 我前两天突然觉得做人没意思 不过这两天躺着想明白了 人活着总会事事艰难 就要去克服 就要去面对 这样才能够活得痛快 活得潇洒 你能误出这个道理啊 真不亏你这躺了几天 其实啊 你爹这辈子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大哥 你还想吃些什么 我上街去给你买好吗 我知道文贯最喜欢吃的 就是文贵做的梅子羹 老爷 你老说文贵做的东西不如我 可文贵做的梅子羹啊 那可是绝技呀 对了 文贵呢 她怎么不来看看文光啊 老爷 一早 小姐就没在乌 这么早 她能去哪呢 爹 我不是在这儿吗 哎 文光 你在发什么疯呢 也不想想 有多少人在替你担心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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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 哎 wha sou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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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放心吧 薛医 你看 这鱼丸子凌不凝衬呢 不错不错 大小正好 今天啊 你就掌勺吧 既然是爹的六十大寿 这掌上明珠 当然得由您来操刀主厨了 今天啊 是爹的六十大寿 难得你们兄弟姐妹都到齐了 前一阵子文光躺在床上那副样子 真是把我急疯了 娘 娘 今天娘做点什么好吃的 到时候啊 你就知道了 反正啊 娘是把看家的本脸都拿出来了 娘 我在边上爱手爱脚的帮不上什么忙 不然这样吧 我去外面走一走 帮您买点什么喜庆的玩意儿 好啊 各位 左松木先生在狱中还没联系上 当时上海的陈英氏已经联络上了 他答应全力支持我们 好 这样的话 今天夜里我们就签回绍兴 秋千人被捕已经有三天了 我们要节雨就得赶快动手 省得夜长梦多 还有 解禧的问题不可小事 安器 绍兴起事前都由小人解放 这几天禁出时好像总有人跟踪似的 不好了 不好了 上西方没够来的消息 金雄女侠在寻天口就义了 好 师爷 前面是我家废弃的仓库 我是更多个大哥一路走过来的 我都谈清楚了 他和同党一般都在这里聚会 太好了 这下可一网大尽了 你小子 这算立了大功了 是 师爷 你真的不会伤害我大哥吧 不会 不会 这次我们算他自首就是了 你们躲开吧 下去吧 走 快 上 快点 快点跟着 快 不许动 不许动 快走 快走 给我追 是 快跑快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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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给我追 站住 是 快给我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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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头走 好 快 快追 放火 呀 在一起 快 快 放火 是 搜 给我每间房子仔细地搜 是 怎么回事 白老婆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万党跑进来 有